Hello,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最新英语900句的活学活用 第86到90这五句 我们先来总览一下 Number 86 It really hurts you 这里真的很痛 87 You startled me 你吓了我一跳 88 So what? 那又怎么样了? 89 That makes me feel a little better 这让我感觉好多了 90 Keep your temper under control 不要发脾气 86 It really hurts here Hurt这个词啊 它作为不久物动词是疼痛的意思 作为久物动词是受伤 知道这一点非常重要 否则会用错的,会闹笑话的 我们来看具体的例子就知道了 Number 1 What's wrong with you? 你哪里不对劲啊 你什么毛病啊? It really hurts here 我这里真的很痛啊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不久物动词 你看 它后面没有边缘 它没有hurt 比如讲me 或者hurt the foot hurt the hand 等等的 hurt you 没有这一堆的边缘 它就是什么东西hurt 就是什么地方痛的意思 那个就是痛不久物动词 再看一个 My left foot was hurt yesterday and it really hurts here 我的左脚呀 昨天受伤了 你看 这里用了被动语态 所以这个hurt是一个急物动词 VT 只要是被动语态的 一定是急物动词 为什么? 只有急物动词才有被动语态 有人说这是什么道理啊 是这样的 你急物动词后面可以带冰语 然后呢 被动语态 要用冰语做足语态 如果你是不急物动词 它带不了冰语 你没办法变被动语态的 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讲 I eat an apple every day I eat an apple every day 我每天吃一个苹果 I 我 吃 eat 苹果 apple 这个苹果就是冰语 现在变成被动语态就好变了 an apple is eaten by me every day 这时候就可以用冰语 apple拿到前面做足语 那个被动语态是 B加过去分词 像这里的过去分词呢 还是hurt 因为hurt这个词啊 圆形过去事和过去分词一样 h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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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里我的左脚被弄伤了 我叫受伤 受汉语当中的受啊 就是被的意思 受伤就是被弄伤了 这里接下来 and it really hurts here 而且呢 我这里很痛 这时候它是一个不急悟表示痛 不急悟表示痛 急悟是受伤弄伤的 记住 所以你看看它后面映语 这个here不是冰语啊 所以这个句子呢 足语 为 后面映语 here 表示地方的 你把here 表在前面 放在前面可以啊 here it really hurts 这里 很痛 这样的 所以这个here不是冰语啊 不是说嗯 它痛这里 不对的 没这个说法 它痛 好 我们来看这个医生怎么回答的 啊 我左脚受伤了 这里痛 这个句子里面很典型的 一个是急悟 一个是不急悟 急悟是受伤 不急悟痛 医生说 apply some of this oint ointment to the injury apply something to 什么什么地方 就是把什么东西涂在什么地方 哎呀 这个非常常用 记住 apply 也是申请的意思 申请的意思 这里的apply呢 是涂或者敷的意思 啊 ointment 就是药膏 油膏 什么膏 膏药之类的 有这个可以挤出来的那个挤出来图的肤的那个 就叫ointment ointment 两个音节 ointment ointment 那么some of this ointment 就是这些药膏的一些儿 就是图一些这种药膏 到这个图表示到什么什么位置上去 injury呢 名词啊 这个受伤处在这里 是指受伤处 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小的对话 doctor my eyes hurt 医生啊 我的眼睛怎么 受伤了还是痛 这里是不及物动词 它很明媚的病语的 所以叫做痛 我眼睛痛啊 医生我眼睛痛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 use this eye drop five times a day 你啊 用这种低眼液 或者眼药水 英语当中的眼药水 叫eye drop 这里drop是一个名词 表示一滴一滴的意思 低眼液 这个词非常的直观 就叫eye drop 低眼液 或者眼药水 five times a day 一日五次 叫做是一日三次 three times a day 一日两次 twice a day 一日三次 three times a day 一日五次 five times a day 一次累退 87 you stuttered me 你吓了我一跳 这里 stuttered 时吓了一跳 这是动词 或者是时惊奇 名字叫惊恶 或者惊恐的意思 number one is it you you stuttered me 是你啊 你吓了我一跳 what are you afraid of 怕什么呀 be afraid of 就是hyperate 就是讲我怕狗 i am 或者i am i am afraid of dogs i am afraid of dogs number two do you think i turn out cool tun out cool turn out 是变得怎么样 结果变得怎么样 最终变得怎么样 cool 这里当形容词 就是酷的 就是指 嗯 很厉害的 很赞的 回答说 you stuttered me 你吓到我了 你帮我吓了一跳 你搞得像什么样 不像人了 人不人 鬼不鬼的 可能这个意思 number three don't move hands up 别动 举起手来 you stuttered me it's you 两个人开玩笑 别动 除了说 don't move 也可以说 freeze f-r-e-e-z-e freeze 冰住 冻住 冻僵的意思 冻僵的意思 但是也有 子 别动的意思 僵在哪 不要动 88 so what so what 那又怎么样 看是什么语气 用的什么场景 我们看一下 number one I'm sure he is sleeping right now you want to bet 我敢确信啊 我确信 他现在正在睡觉呢 你想打赌吗 you want to bet you want to 合在一起 你跟说 wanna you wanna bet so what what do you want to bet 那又怎么样 读就读 所以就是 买不在乎的样子 mine不在乎的样子 so what what do you want to bet 你想读什么 number two he is better tempered than you 他比你的脾气好 这里tempered呢 是一个形容词 就是说 脾气好的 这个意思 better在这里呢 是一个父子 本来是well good的比较 就是better well的比较结 也是better 这应该是一个 父子修舍形容词嘛 他的比较结 is better he is better tempered than you are 他比你的脾气好 so what 那又怎么样 蠻不在乎的样子 破棍子破摔的样子 so what 他脾气比较好 怎么样啊 我就这样 我就这样 挺有趣的啊 number three why do you curse whenever you talk 你为什么一开口就骂人啊 so what 这个地方的curse是骂人 主折啊 等等的 whenever you talk 就是无论什么时候你讲话 我们把它一成一开口的 一开口说话的是 whenever you talk 一开口说话 so what 那又怎么样啊 我就这个样子 变不了了 89 that makes me feel a little better that makes me feel a little better 就是那时的我感觉好多了 number one lily got promoted but fired soon lily升职了 但很快又被解释了 解雇了 好 这里呢 用了两个被动力台 get promoted 接下来 is 或者was promoted 这个地方如果是个 它是个过去 所以说 lily was promoted and was fired soon 我们用get 代替was 也行的 lily got promoted but fired soon 就是他被提拔了 可是呢 很快又被解雇了 可能犯什么大错了 that makes me feel a little better 这让我好多了 他本来还嫉妒呢 心里面闷闷不乐呢 听说他 生之不久就被解雇了 心里好多了 这是 感觉 that makes me feel a little better number two let me massage the aching muscles in your legs 让我按摩一下 你腿上疼痛的肌肉吧 that makes me feel a little better 这让我好多了 这是什么呢 身体上面 刚才前面那个句子是 精神上感觉好多了 身体上感觉好多了 都用这个 都可以用的啊 这里的massage 是动词按摩 也可以做名字用的 这里你看了 massage some place something 所以他后面有冰语的 这也是一个集物动词 集物动词后面带冰语的啊 vt 英文叫transitive verb 冰语的照 我们冰语用不浪线来表示 微语动词用一横线 足语呢 我们用两根线 so这里说 let me massage the aching muscles muscle是肌肉 肌肉这个词呢 是一个口水名词 aching是疼痛的 疼痛的肌肉 那这里说 that makes me feel a little better 你跟我按摩按摩 这样感觉好多了 否则疼得厉害呀 number three you are not the last in the game 比赛当中 你不是最后一名 you are not the last in the game 就是在比赛当中 你不是最后一名 that makes me feel a little better 这让我好多了 也就是说 还有人比我还差呢 心理上稍微平衡一点 这也是心理上 感觉好多了 90 keep your temper under control 就是使得你的脾气 处于控制之下 这是字面意思 就是不要发脾气的意思 temper 名词坏脾气 或者暴躁的脾气 也指心情 或者情绪的意思 keep something under control 就是使得什么事情呢 得到控制 经常用的这个短语 这个动词短语 number one I was ripped off and I'm so mad 我被宰了 我很生气 这个宰不是被别人用刀 砍死了这个意思 就是指被别人多收钱了 经常说 I'm ripped off I was ripped off 这个地方用了一个过去时 有可能是昨天上一周什么的 所以他用了一个过去时 被动语态 假如你是主动语态 就是 they ripped me off they ripped me off 他们宰我了 I'm so mad 这个地方用了现在 我现在感到很生气 keep your temper under control 不要发脾气 控制控制 冷静冷静 这个意思 number two stay far from me 请离我远点 stay far from me 离我远点 这里呢 stay 停留的意思 保持的意思 at least keep 也可以说 k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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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r from me please keep your temper under control 请不要发脾气 请不要发脾气 千万不要发脾气 number three my son was in a fight again I'm pissed off 我儿子一个人打架了 气死我了 这里be in a fight 就是处在在一场打架中 这个地方用了过去 但是这个事情发生过了 my son was in a fight again 也可以说 my son fought with others again 可以用这个fight做动词 做谓语 他的过去说是fought f-o-u-g-h-t fought my son fought with others again 也可以这么说 I'm pissed off 我被气坏了 这个意思 这里呢 是实际上相当于被动态 我感到很生气 这个意思 英文当中 你感到怎么怎么样 经常用动词的过去分词 做表语 比如讲 我感到失望 I am disappointed I'm disappointed 我感到满意 I am satisfied I'm satisfied 我感到害怕 I'm scared 我感到高兴 I'm pleased 等等 My son was in a fight again I'm pissed off Don't get angry Keep your temper under control 别生气 别生气 控制你的情绪 或者是 不要发脾气 其实我们汉语的翻译 或者理解 是基于英文的意思 然后呢 你想表达 越激进这个意思 越好 你怎么翻译 怎么来 但是呢 一定要最激进他的意思 就是他的意思 你要控制你的情绪 或者是 你不要发脾气 这个意思 好的 我们这一期的 最新英语900句的 活学活用 就讲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也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谢谢您的 订阅点赞 和转发 Thanks for watching 拜拜